那高宏安市長一上任之後 新竹市政府啊 趕在今年的三月 直接喊文給這個自辦重劃會 然後說呢 要續辦相關的重劃作業 這距離高宏安上任 這個市長不到三個月 然後就讓這個水源自辦的土地重劃案 在今年死灰復燃 這個就說明了什麼 高宏安市長一上任之後 水源牽甲這一個地方 就一直在盛傳這個水源的重劃案 即將要加速的推動 那導致附近的這個土地買賣 變得非常的熱絡 那這也證實了這個地方上的喘言是真的 因為這個攸關土地開發商上百億的都更案 那高宏安市長在上任之後 整個就重新啟動 你距離當時上任也不過三個月 你就立馬要重啟這個置辦都更 捨棄公辦都更 你高宏安市長到底在急什麼 是急著還人情債 還是急著還選舉債 還是急著跟你的男性友人 也想要分一杯跟呢 很可惜啊 科技市長搖身一遍遍土坦市長 那上週呢 媒體報導 好 錢康明前局長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這個再接新竹大祕堡 禮奧行銷與新竹百億農村重劃案的關係 那我剛剛提到上個禮拜 秦康明前局長呢 在經由媒體報導 其實他曾經向李中庭說過 萬聖節讓你辦 為什麼跨年晚會還要讓你辦 這樣子的對話內容 那其實我們都合理懷疑 高宏安的男友李中庭 其實已經介入喬萬聖節的標案 而且已經成功地瞧到了這個標案 那之前呢 文化局也公開了萬聖節的活動標案 其實是有一家 李奧整合行銷公司 李奧整合行銷公司來得標 那巧合的是呢 這一家公司的空間 在去年的選舉期間 就是租給高宏安 來作為競選辦公室 使用 那特別的是 去年高宏安 這個選的是新竹市長 那這個空間的地址 其實是在竹北市 竹北市的水龍山街 竹北啦 他在竹北 那特別的是他選的是市長 不曉得為什麼要特別在這個 新竹縣的竹北市 住一個競選辦公室 那麼根據公開的資料呢 李奧其實在過去三年 沒有做了沒有做過任何公部門的案子 那在高宏安上任之後呢 卻陸續的拿到了這個2023年竹線 媽祖文化祭還有萬聖節活動的這個標案 另外呢我們也看到李奧公司登記的地址 跟當代建築這一家建設公司登記的地址相同 那在李奧的負責人的臉書上面 其實也可以看到他資成為這個當代建築的工地主任 那換句話說呢 高宏安其實是把標案交給了這個李奧行銷 而李奧行銷股子裡 實際上是一家建設公司 那我們仔細的在追查這一家 當代建築的背景 他的負責人叫做周柱林 周柱林 那負責人的名下呢 有群新建設豪城不動產等多家的不動產開發 還有建設的公司 所以在新竹當地的居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這個當代建築 他還有的負責人 當代建築的負責人 周柱林名下的這一個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豪城不動產 其實就是這個新竹市東區水源置辦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會的這個委託的公司 就是豪城不動產 他的負責人也是周柱林 所以整體事件就已經很清楚的脈絡 李宗廷認識著這個 萬聖傑的德標廠商 他其實同一個地址是當代建築 那同一個地址呢 的負責人 這位負責人又是豪城不動產經濟公司的代表人 那豪城不動產經濟公司做了什麼 他是我們新竹市東區水源置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的 委託公司 我們可以查到這樣子的脈絡 我不能理解 為什麼高宏安跟李宗廷 竟然可以放任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這不是一棟建築物而已 這不是幾百戶的建築而已 這是一個價值上百億的土地重劃案 就在你的這個 不曉得是你們好交情的交換之下 我們也看到 過去 我們也看到就讓這件事情也順利的在進行 這個林議員也要鼓蹤一下 現場各位媒體先進還有線上收看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是北區市議員 我是楊林議員 那仔細追查呢 這一家當代建築的背景 他的負責人周祝林 名下有群星建設 有豪城不動產 有六家土地開發等多家不動產的開發跟建設公司 那更臭強的是 所有新竹縣市土地開發的人都知道 農村重劃案 就是這個東區水人置辦的農村重劃土地案的委託公司 就是這一家豪城不動產的負責人 就是周祝林 那種種的跡象都顯示出 這個高鴻鞍不管是在私人事務或者是公家標案 都散發出濃厚的建商位 土開位 十一柱形 離不開建商 離不開土開 請高鴻鞍向市民說明清楚 李中庭到底有沒有 沒有喬萬聖節的活動標案 是不是有把標案 透過特殊的關係 給這個李奧行銷 那李奧行銷背後的建設公司 又牽扯這個百億的水源土地重劃案的關係密切 這個是不是也證實了李奧行銷 就是這個建商 就是這個土地開發商 跟高鴻鞍的白手套 這些千絲萬縷的關係啊 難道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重啟這個水源自辦重劃案嗎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圖卡 不好意思 在這個自監市長的任內啊 104年的2月 事務會議裡頭就曾經拍板定案 你可以看一下 有關市地重劃政策的白皮書的部分 基於市地重劃 涉及公共利益跟社會公平正義 本府主導公辦市地重劃跟區段徵收 為什麼 原因就是要避免公共利益淪為私人壟斷 如果開發有盈餘 那這個將會全部歸回給全市共享 投入地方的建設 好 我們再來看 所以簡單說啊 這個就是在這間市長任內的時候 把這個自辦都更改為公辦都更為優先 那周助林所負責籌策劃的這個水源重劃案 本來在民國一百九十年 一百零九年的時候 因為都市計畫整體規劃而緩戰辦理 那高鴻安市長一上任之後 新竹市政府啊 趕在今年的三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公文 直接喊文給這個自辦重劃會 然後說呢 要續辦相關的重劃作業 這距離高鴻安上任 這個市長不到三個月 然後就讓這個水源自辦的土地重劃案 在今年死灰復燃 這個就說明了什麼 高鴻安市長一上任之後 水源牽甲這一個地方 就一直在盛傳這個水源的重劃案 即將要加速的推動 那導致附近的這個土地買賣 變得非常的熱絡 那這也證實了這個地方上的喘言是真的 因為這個攸關土地開發商上百億的都更案 那高鴻安市長在上任之後 整個就重新啟動 你距離當時上任也不過三個月 你就立馬要重啟這個自辦都更 捨棄公辦都更 你高鴻安市長到底在急什麼 是急著還人情債 還是急著還選舉債 還是急著跟你的男性友人 也想要分一杯羹呢 很可惜啊 科技市長搖身一遍遍土灘市長 那不管是媒體的報導 或者是前文化局長的爆料 都被這個所謂的 我切下一張好了 都被這個領南所處理的這個 萬聖節得標廠商里奧整合行銷 這個背後居然牽扯的是 私人利益破百億的土地開發 然後上週看到這個高鴻安市長 親自頒發證書給這個市府公測會的委員 那這個委員呢 也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一個人 同時也具有這個建商土胎的身份 然後在網路上公然威脅霸凌 認真監督市政的議員 在這裡民進黨團也強力的發出譴責聲明 杜絕這種可恥的行為 我們民進黨團更提出幾個質疑 第一個 李奧行銷是不是成為這個建商土開公司 跟高鴻安的白手套 第二 土地開發商提供民間的公司 把市府的預算挪為這個李中廷做使用嗎 第三 這個土地開發商跟建商 為這個市長的男友積極做事辦事 是不是為的就是要換取這個水源 農村重劃案的有目的 最終的目的 那我們也會把這個相關的資料送給這個檢調 也呼籲這個檢調單位誤網誤眾 應該要盡速辦理 大家不要忘了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官埔的自辦都更的慘況 實施開發者蓋好蓋滿 不僅沒有做好相關的公共管線的建制 甚至沒有留一村一村的文教用地 然後影響這個學區學童的受教權 我更不希望看到這一位自稱科技人的市長 高鴻安 就此貪腐沉淪 變成土開市長 身邊佔滿了這些土開 土地開發商 完全忘記自己身為地方首長應有的奮祭 我也要再次呼籲 明代我們身為民意代表 沒有所謂的調查權 所以今天呢 我們民進黨團 也會再度的前往地檢署 遞交相關的證據 那拜託檢調單位誤網誤眾 趕快啟動調查 賀指高鴻安跟開發商持續共謀 只為自己的私利 而影響了廣大市民的公眾利益 那接下來我也請這個曾志成議員 來為我們做一些補充 回到那個封路的那一則 這個是 呃 剛在建築 在今年3月的時候 在學里原新路有一個建案的工地 那呃 他動工的時候 把原新路都把它封掉 那鄉親打電話給我 我說怎麼可能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那 當下就請獨法處 地政處 還有警察群 呃 調閱相關資料 其實那一個路 那條路是 村莊居民走了數十年的道路 那土地的群屬 呃 建商有一小部分是在馬路上面 但大部分都還是 呃 國有產產屬的動物用地 那建商為了施工方便 然後把整條路 呃 封掉了 我相信本來以為只有 呃 開工典禮封給一兩天而已 呃 結果現場去跟呃 工地的負責人去查證 他說要封兩年 呃 呃 實在是相當誇張 那後來最近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 呃 才發現原來 呃 這個 呃 建商的工地是當代建築 他推的 那 呃 負責廣告行銷的 是李耀成為行銷公司 那 這個可見了 他跟市長 市政府的關係 匪淺 才這樣有恃無恐的 想封就封 真的是 這個 市法令於無誤的 舉措 齁 那 當然這個事情後來被排除了 當下還不曉得說 他跟市政府 市長有這麼好 這麼密切的關係齁 齁 市長兼任 那 他營聘的委員 啊 既然可以 呃 要挟 呃 議員齁 要用罷免 罷免 這個議員來要挟 謝謝 這是 呃 這是 這是 踩到 呃 這個 民主政治 府會運作的紅線 齁 那當然 罷免是每一位市民的權利 齁 但是 呃 晚會的活動 編了350萬 那高宏安市長的說法 啊 一變再變 齁 當然他今年年初 接任市長的時候 啊 跟市民朋友講說 啊 很抱歉 今年度沒有 辦理 跨年 啊 晚會的活動預算 啊 所以啊 今年跨年沒有辦法辦 所以他在 呃 今年6月 呃 送來追加預算 350萬 就是要辦理 跨年晚會的活動 但是因為 呃 爆發前康明跟李中平事件之後 高宏安市長又改口說 不要辦 哦 那要循網例 呃 呃 由民間公司來辦 但是啊 我們去了解 哦 新竹縣政府的網例是 呃 縣政府掛主辦單位 然後啊 不動產商業同業公會 啊 協辦 但是 呃 縣政府只提供行政資源跟協助 啊 不出錢的 所有跨年晚會活動 啊 都是啊 這個 不動產經 呃 工業公會台出資的 那 後來高宏安市長又改口說 啊 他又請教啊 主計 他這350萬可以留用 其實是根本都沒有辦法留用 哦 這350萬是掛在文化局的本預算 要不就是文化局去執行這350萬 的啊 跨年晚會的活動 哦 要不就是啊 市政府沒有出錢沒有辦 這一筆錢就是要辦追檢 或者是腳步了 哦 啊 當然啊 更不可能啊 來補助啊 這個不動產商業同業公會來辦理跨年活動 因為這一筆350萬不是講補助款 沒有辦法來支援補助給不動產商業同業公會 那從啊 公車會的事情或者是跨年晚會的這個事情啊 都可以看到啊 高宏安市長啊 嚴重的藐視議會 哦 不僅會嗆官員會嗆議員 哦 那個局數轄下的這個團體會要挾啊 啊 一語一言 哦 這是開民主的倒車啦 哦 那高宏安 上任這巴格多月來哦 政不通 人不合 啊 建設停滯民主倒退 市民情何禮堪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所揭露的 新竹市政 豪華 感谢观看